韓國瑜確定當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之後 各界很特別關注立法院前院長的動向 昨天王金平受訪的時候被問到跟韓國瑜見面 會不會當韓國瑜的競選總幹事 王金平他先回答說這是假設性的問題 再被媒體追問到自己到底會幫韓市長 還是會當他的總幹事呢 王金平回答說國民黨一定要團結 那是要尊重黨中央自己的做法 那是假設性問題 所以之後是要繼續自己選到底還是幫韓市長選 因為我們國民黨總是一定要團結 國民黨會希望自己列賽這個部分區的這個比賽 誰啊 希望之後下一屆還會再列賽部分區的比賽 可能嗎 開玩笑吧 如果可能是開玩笑是您不要還是 那時候開玩笑啦還不清楚嗎 所以你不要這個部分區的 我說不會留在立法院 不會去當副手 這個都很清楚了嘛 那還要幫韓國瑜操盤嗎 之前有幫他造勢現在他選總統的 這個我過去是支持他選市長 支持他當好市長 好整個國民黨非常關注的有兩個會面 一個就是王韓會 另外一個就是傳說中的郭韓會 郭韓會聽說這兩個會呢都還在喬當中 這是我們掌握到的一個訊息 不過眼前比較近的 原本定在7月20號的這個王韓要一起吃火鍋 最後生變了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代表跟王金平的整合出了一點問題嗎 我們來仔細的看一下 在7月11號的時候高雄議銷總會的這個總隊的參會上面 韓國瑜跟王金平同框 當時兩個人這個交頭接額 還直接王金平拿這個小冊子子子點點 而且韓國瑜在日期上面還畫押 那原來就是在這一天約好了 他們7月20號的要在陸族的老家 就是王金平的老家要一起吃火鍋 那7月15號的時候 韓國瑜確定出現了當天晚上王辦 就王金平的辦公室有致電給韓國瑜說 院長當天有重要的這個會面 會面這個要延期了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一週刊有一個說法 他說韓國瑜陣營在初選結束當晚的時候 透過了雲林的張家向王金平傳話說 有韓國沛 而且王院長的話是要擔任監察院長 把這個選法轉達給王金平 可是王金平大感不被尊重 那這個修補韓王的關係 挺韓地方派系 原來是要拱韓王沛嗎 這個是大家很好奇的 不過據我所知 王金平其實他是有另外的一些打算 可是這個打算 可能跟韓市長的想法 是有一些不太吻合的地方 所以可能還有得巧 那火鍋會到底是整個沒了呢 還是要延後呢 這個就是還要另外再看後續的發展 那王金平的幕僚說 王金平還是願意跟每個人保持等據 這是韓國瑜一廂情願的想法 那韓國瑜的幕僚說 沒有傳話要王金平當警察院長 延期是要配合王金平的行程 那張家班的張立善他就講了 這完全是空穴來風 那記者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想要列不分區 王金平就呵呵笑了一下 誰啊有可能嗎 開玩笑嗎 都說開玩笑了還不清楚嗎 我不會留在立法院啦 不會去當副手 那會不會幫韓國瑜操盤 他說我過去是支持他當好市長 所以王金平其實也不用把話說這麼滿 那王金平到底想什麼呢 我們現在問到了張家班的前立委張家駿 家駿你好 嗨 哈囉 廖州 大家好 家駿越來越美咧 謝謝 家駿請教一下 王院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啊 說你們傳話給王院長說要請他當監察院長 有什麼事情 基本上呢 我覺得這個完全就是空穴來風 因為本身那個王院長他跟韓總呢 韓市長是非常的熟 那若是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呢 其實他們可以兩個直接對談 不需要透過第三者 委員那請教一下 聽說現在有兩個會大家高度的關注 一個是王韓會 另外一個更關鍵的是郭韓會 你覺得這兩個會會形成的 會會成的幾率高不高啊 那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說當然希望國民黨能夠大團結 那到底是說 就是郭韓啊 郭王啊 我覺得這都是大家 在這個整合當中 必須要去安排去見面的 委員那你真是習志如今 這個兩三句就句點了 是太敏感嗎 沒有沒有 要多講一點啦 多講一點 我們都對韓總的副手有所期待 那希望說韓總的副手呢 是能夠描繪 韓總要帶給我們台灣人民 未來的一個最佳的拍檔 那也不希望說韓總是局限在一個 為了只是政治平衡的思維當中 是真的能夠給我們一個 就是一個好的人選啊 那我當然覺得說 不管是王院長啊 郭董啊 甚至還有很多人呢 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人選 那但最前提是 不管怎麼配國民黨 就是應該是大團結 我們才有機會可以贏得勝選 委員那你覺得郭董啊 他出國繞了一圈回來 他跟韓國瑜見面 或者跟他談合作的機率大不大呢 那我覺得其實韓總跟郭董啊 他們都是可以說是經歷過這個 大風大浪的人 那相對的氣度也一定是有的 那我想他們如果對話的話 也能夠就是 集他們的各自的長處呢 對於勝選呢 絕對是有大大的幫助 那王清平的部分的話 你覺得他們的火鍋會啊 延期 叫做延期不是叫做取消 你覺得是什麼樣的原因啊 那之後他們見得到嗎 基本上呢我覺得 其實王院長也一直扮演著 支持韓市長的角色 那他也在過去一直以來 大家都覺得他是政壇的公道博 然後是有求必應 所以呢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覺得呢他也絕對不會缺席 那也一定會做最好的一個安排 新聞越來越熱 訊息越來越多 用你聽得懂的話 說給你聽 新聞大白話 週一到週五下午3點到6點 TVBS56台Live直播